吳林朗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1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开始呢 先带您来关心0403大地震重创花莲 花莲县政府呢 是积极地展开各项的复原的工作 那么花莲县商业总会理事长施胜郎 率了20多名的理事 在花莲县议员韩林梅陪同享 16号拜会了花莲县长徐真卫 副县长严新章 会中捐赠新台币200万元 要来支援花莲的灾后附件工作 那么县长徐真卫亲自制证感谢状 并且也代表花莲县的乡亲 表达成志的谢意 县长徐真卫表示 首先代表花莲乡亲 感谢花莲县商业总会 在花莲受创最危险的时候 伸出援手 最后还有很多需要维护 以及修创的部分 很多项目都是公务预算无法支应的 唯有透过正在捐款救助 才能够协助到全体的受灾户 上款不仅为花莲县的灾后重建 注入必要的资金 更为受灾户带来希望去鼓励 面对这次地震带来挑战 各界支持以及关怀和相互扶持的精神 是花莲乡亲共同面对的难关 克服挑战的重要力量 很需要的是 既然是住宅的居民如何选择 他要修缮还是改建 那修缮和改建 以前我们都有从善款里面 帮忙修缮 给他一些修缮的补助 补接 另外这都是赛盘 另外像原地重建 或者是异地重建 这也都会从赛盘而移出 比方说我们在 2020-2020年 2020年 雲门悬堤的部分 雲门悬堤 还有无碍无疆 那一热山洞之后 我们是原地 我们是土地善团委员会架构 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异地重建 那也是都是用善团 所以现在 雲门悬堤那块土地的所有权 不是花莲县政府 是善团委员会 是善团委员会 这要跟大家报告 所以这一次 无论是有 零化大楼和圣江山 还有山海关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都是几百度的 所以这个的重建改建 就要注目自己有 构同的意识 开会之后的决定 花莲无奈遇上眼中灾起 有幸各界响应乐坚相助 花莲县政府强调 木得款项将作为援助 正在之用 期盼能够尽数帮助灾民 重建美好家园 做好在后重建的工作 记得 蒋云华视频道 吃饺料 小姐 员会 好 这也就是 小姐 吃饺子 有 想